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 Bala Talk GE通用電器上星期出了第三季業績 一如市場預期所料 業績做得很差 甚至是比市場早前的預期差 這個利益增長了14% 看來很好 但實際上原因是因為 它早前收購了Backer Hills的一間油公司 令到它的超級盈利有增加 如果計算Earning Per Shares 今季跌了9% 過去四季GE的Earnings 都是非常搶岔人意 了無新意 即使轉了CEO 大約有一季的時間 也不見到 當然一季的時間也不見到任何的起息 而這個GE也調低了它們 2017年的Outlook 就估計它的Earning Per Shares 只有1.1% 因此之前所預計的1.7% 如果它的增長 或者是下跌的板塊來講 它的Aviation 和 Health 這個板塊 仍然是非常健康的 不過 它的 Renewable Energy 和 Oil and Gas 還有 Power 這三個板塊做得非常之差 當然有很多策略性的投資者 就開始來去Challenge GE 就說 它應該去Cut Cost 又或者是沽售一些它自己賺不到 那麼多錢的一些板塊 各方面 我自己會看 例如 Oil and Gas Renewable 和 Power 是一體三面的 或者是三位一體的一個項目 過去隨著油價的下跌 再加上美國的葉顏器大量生產的時候 就令到出現了一種增多足少 很多的開發的公司 就不再花太多錢來開發新的能源 以及現有的能源 以至到這個GE在這三個方面 即是 Order 做得不夠多 同時那個 Profit Margin 又會下跌 那究竟這個和它Cut Cost 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我自己就覺得 就半半的 再加上另一件事就是 GE 過去那二十年 它曾經有一個不斷地去收購 其他公司的表現 然後就希望在它自己把握的那些行業 都永遠做 either 老大或者是老二 就不會做老三的 一做老三它是賣盤的 這樣它也都受到這個股東的 所謂的壓力或者挑戰的時候 它就將它在金融海嘯裡面 做得非常差的GE Capital 的大部分業績來去出售 或者spin off 但是現在證實了 就是它的GE Capital 實際上是非常好賺的 雖然一時的運濟 是不是就這樣來去出售呢 我相信GE 未必 雖然你說它的業績賣了GE Capital之後 就更加clean 還有更加focus 但是作為一個做生意 能夠拿到profit來講 GE Capital 的確是非常powerful的 一個印鈴紙機器 所以在以往來看 就是究竟是不是做得不好的時候 就狂咳咳咳咳咳咳 那就可以代表好呢 這個更加在乎一個管理層 它怎樣來去磨清一個業績裡面 那些顧客的需要 和技術裡面的未來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說回這個技術來講 當然這個龍頭那幾間公司 就是Google、Facebook、Amazon、Microsoft 這些公司 它是掌握了那個 無論是Big Data 或者是AI的先河 比較藍燈籠 或者是比較 後勁不計的 就有這個IBM、GE這一堆 雖然你說它們不是exactly類似 但是現在其實大家都在 在嘗試發展這一類型的 一些的 暫身科技 那這些就比較跑輸人家幾條街 那IBM剛剛完結了那個季 業績就 迎頭趕上 那個股價也 誕生了10% 但是究竟這個可不可以持續呢 也是相對來比較相確的 那講完GE之後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 GE不是唯一一個 給這個策略性股東 或者基金公司那些的股東 來去challenge 那除此之外呢 譬如之前 較早前的 Unilever 或者是剛剛公佈完業績 Port and Gamble OOKK 其實是好過expectation的 但是股價就跌了50% Port and Gamble 同樣的 受到那個challenge 你會看到現在不少的業界呢 當他們那個Port and Gamble 是Compare to 整個行業 相對地是損失的時候呢 就會遇到這樣的challenge 股東呢 就會迫管理層呢 來到去Cut Cost Cut Cost 當然對於整個社會整體來說 是會不好呢 因為它會代表你有50% 假如有50%是不來自Celary的話 那就是說你會 未來就算賺到錢都要解僱人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當你純粹是為了Cut Cost Cut Cost 而不是一個科技的演進的時候 那究竟那個的長遠性有多大呢 在金融海嘯之後 除了頭幾年Pick Up 那些Revenue之後 那幾年全部都是靠Cort Savings 或者是Stock Repurchase 來令到Earning Per Share有所增長呢 那這個這樣的勢頭 現在開始有一個困難在那裡 不可能再去Cut得太緊要的時候 那可不可能 那間公司都好像這個Free Capital那樣 就是巴西的投資公司 將這個Hans這些大公司 收購了之後 就可以 還有卡夫 這樣大刀斧斧斧 然後令到它那個業績 能夠創造一個更輝煌的成就呢 那另外就有一個更大的 concern 就是會不會 每個個都好像神戶 鋼鐵那樣 就是我以前經常以為神戶 只是出這個牛柳 就是最多就是雙鋼牛肉 原來它有這個雙鋼鐵板 都銷售 而且很多的Auto Company 都是用它 就是汽車公司都是用它 這樣他們就爆出一個大醜聞 就是它那個 那個鋼水不是它 Program那麼厲害的 雖然都仍然是高過安全標準 但是它面對法律訴訟的時候 看來都會是非常漫長 甚至乎會被人告到破產的 但是呢也都浮現出一個現象就是 隨著你不斷地去call Stephen的時候 最終損失的和傷害到的 是它的顧客 而不是這個世界沒有可能就是 你又要賣而好 又要賣而不吃草 就是以前中國人有個故事 它就說 你想那隻馬很勤力地做事 但是你又想省一點 於是你等它不覺不覺 每一天在它吃的草裡面 就拔一條出來 第二天又少一點 第三天又少一點 慢慢來講 它習慣了吃這麼少東西 好像減肥一樣 於是它就不覺不覺 甚至乎不用吃東西 都能夠 survive 到 最後那隻馬當然是死鬼了 這樣 hopefully 管理層它能夠 take a balance 它能夠找到一些新的商機 能夠 improve productivity 但是同一時間呢 盡量地保住它原有的人才 同一時間 即是它 make everything more effective 和 efficient 的時候 就不是純粹靠 cut cost 來 improve 業績 因為這件事未必是長遠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